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可以从这个半反应试知道 钙它的氧化电位最高 那也就是最强的还原剂 最强还原剂也就是还原力最强 所以这是第一题的答案 再来第二题 电解浓度1m的氯化钙可在阴极获得怎么样的物种 那由于钙离子它的还原电位小于水 所以钙不可能还原 那所以阴极呢 就是水优先发生还原反应而产生氢气 所以第二题的答案就是氢气 接下来第三题询问 预在铁板上以电解电镀来镀铬 那铁板必须放在电镀槽中的哪一集 那凡电解电镀反应之中被镀物 要放在阴极也就是负极 这是第三题的答案 再看第四题 钙金属投入水中生成氢气氧化钙的反应 是否属于自发性的氧化还原反应 那必须要提供判断的过程 那我们把钙丢到水中生成氢气氧化钙的反应式写出来 Ca加H2O产生钙离子氢氧化钙氢气 那它的电位呢 是E2-1万 那-0.83 那减掉-2.67 算出来的数值呢 是大于零 那大于零表示就是自发性的氧化还原 所以这是第四题 终于上说明本题的答案 请同学参考 字幕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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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